聽話 把以前的老伙伴再找回來 那種感覺是最快的 比賺錢還快 因為以前他從事建築的工作 都是畫廊 所以他要去拜託人家 打開一頓的 其實我本來就很兇了 他就有夠醒他 阿姐就越來越玩 他好像是11點多 晚上快十二點 快十二點了 人家說還差不多三更半夜了 我們一直看到的謝教授 是他那種永遠不變的那種誠信 給我們感覺是永遠不變的誠信 而且他真的超認真 被趕幹 我不想做皇冠大使 可是我想讓我的下線 至少十三個以上都皇冠大使就好了 千億 千億 只要努力 業績上千億 戰 後來體系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 每一個人來自不同的家庭 那我們的責任不是讓我們自己能夠 在這個事業體真正 擁有很多很多皇冠的財富 而是這是我們責任的開始 在那裡 師父愛想說 那你可能要拿而造成 那你不可以想著 你不可能 想想想想 做個超級的 那回至少 你可以想想想想 這一個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